早前中國的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接受法國新聞台訪問時,分享他對國際關係和中國國際觀的獨特見解。 引起風波,相信大家都已耳熟能長。 當時,當他被問及克里米亞主權問題時,他首先是附和俄羅斯的觀點, 然後就說,根據國際法,這些前蘇聯國家並沒有如同主權國家的確實地位。 當然這些字眼我們要很小心去演繹,所以我們要重新多一次他怎麼說? 根據國際法,這些前蘇聯國家並沒有如同主權國家的確實地位。 他的立論,無論之後怎樣去辯解也好,都很偏離正常外交規範,十分之出格。 歐洲很多國家都紛紛譴責,甚至有聯署要求法國去驅逐這位中國大使出境。 在重重外交壓力之下,中國外交部重新中國尊重前蘇聯各國主權,但沒有譴責到盧沙野大使的立論。 盧沙野大使雖然被稱為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但無可否認的是他是一位飽讀詩書的高級知識分子。 精通法文之餘,亦都是外交學院,即是科班出身。 換言之,我們不能將他的發言當作是一些普通網絡去吸精的個人意見。 一定是反映了某個中國決策圈指的基本認知。 究竟我們在國際關係的理論角度,可以怎樣理解盧沙野的世界觀呢? 為什麼他認為前蘇聯國家沒有像主權國家那樣的確實地位? 其實他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他的世界觀代表任何國家,即是俄羅斯也好,中國也好,誰也好,的官方立場,世界又會出現什麼恐慌? 又會變成怎樣呢? 那我看到他的立論的時候,其實就是相當之覺得震驚的。 因為這些理據,私底下中國大陸,說真的,不少人可能都會這樣說。 但是出自一個官方的大使的口中,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而背後是反映了一個非常之根深蒂固,對國際關係,特別是對蘇聯崩潰那段歷史的怎樣理解的一個情況。 我們又必須要由盧沙野大使講起。 大家對這位外交官可能是有一定的印象。 在孟晚舟事件的時候,當時公然批判加拿大存在種族主義,經常批評加拿大媒體和批評加拿大異見人士的,正正是這位當時擔任住加拿大大使的盧沙野。 接著他被調到法國,也批評過法國學者、法國媒體系流氓和癲狗,那個也是這位盧大使。 提出要在統一台灣之後再教育台灣人的同樣是這位盧大使。 他連番的爭議言論不但沒有後果,反而似乎是深得上風的信任。 看回他是讀法語出身,接著入外交學院,本來他是被分派去負責非洲的法語區。 大家知道以前,非洲很多國家都是法國的殖民地,到今天都可以算是法國的勢力範圍。 慢慢他逐步走向一個綜合型的崗位,由於中國外交官通常是以最初是對蘇聯、俄羅斯, 後來是以英文、日文為主流。 盧山野要在法語系那裡升遷,大概是比其他人更加積極,更加要找奇怪的路徑。 讓我們先放下對這位外交官的觀感,畢竟我們不是想說個別的人。 那麼究竟他的國際觀,前蘇聯國家、母義同主權國家確實地位是什麼意思呢? 字面上我們可以有兩種解讀。 最簡單的意思就是說,根據正常的國際法,這些前蘇聯國家,雖然是有確實的土地,有人民,有邊境,有國際的法人身份,有幾乎世界各國所有國家的外交承認, 就沒有任何東西不符合國際法對主權國家的要求。 那雖然盧山這樣說,證明他不認識國際法,曲解國際法,那OK,講完。 但是正如剛才這樣說,他真是一個受到外交學院訓練的大使,專業的外交官。 如果他對國際法有基本的了解,當然就不會這樣說了。 那所以他的意思是怎樣呢? 我們看看另一個更加有趣的可能意思。 所以,盧山野是認為由蘇聯分裂出來的新國家,並沒有通過一般國際法的程序而出現。 所以所有爭議都不能夠,用他的口說,就是一概而論的。 再推演回去,他認為因為當時的混亂狀況, 反映蘇聯解體這一件超級大事其實是沒有完成應有的法理程序,也不符合當時的蘇聯民意。 而這個觀點在俄羅斯和中國學者當中是挺常見的。 普京自己就經常這樣說,去合理化他目前的所有行動,也合理化他對前蘇聯國家的態度。 普京這樣認為是因為在蘇聯解體的時候,確實是沒有什麼既定程序可以跟隨。 那畢竟蘇聯是從來沒有解體過。而蘇聯憲法也沒有一個解體條款。 也不是由蘇聯理論上的最高權力機關,即是最高蘇維埃,去直接通過一個議案,去同意具體如何處理、繼承蘇聯這個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國家遺產的安排。 換言之,這個理論並不是根本質疑這些新獨立國家有無主權,而是認為整個過程不清不楚。 所以現在所有的程序,包括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打仗,都是這樣的後遺症。 所以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去到這樣也可以理解,那這些自然就是普京的說法。 但是這樣想法的人又怎麽只普京一個呢? 為什麽這個觀點有些人覺得是這麽真真有詞,我們又要回顧歷史,究竟當時發生過什麽事。 那麼我們要再三重申,這種觀點其實在正常的學者眼中都是為教而爭。 基本上全部都是有些強詞奪理的。 但是我們畢竟都要理解這種強詞奪理的觀點的源頭在哪裏, 才可以認真思考究竟它真是落實的話,未來會變成怎樣。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這個觀點是多難受的話,都應該忍受一下,我們是需要先理解的。 那麼這個所謂的盧沙耶理論,或者是普京盧沙耶系統,就是這樣想的。 蘇聯解體的時候,情況是非常之混亂,很不清晰。 我們看回歷史,其實這一段歷史確實是非常之獨特的。 因為正常一個這麽大國家瓦解是會經過戰亂,連串的爭議。 但是這個當時全球的超級大國瓦解,就真是土崩瓦解。 沒有徵兆,也是相對和平。 當時是首先由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這三個國家, 三個當時還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在白俄羅斯簽訂了別諾惟日業議,宣布蘇聯作為一個國際法人, 從此不再存在,其實就是搞政變了。 那麼這三個國家,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就宣布獨立, 成立一個像英聯邦那樣,當時他們認為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即是CIS獨聯體。 其他的八個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除了蘇聯已經承認獨立的波羅的海三國和格魯吉亞, 之後都獲邀請做共謀。 在哈薩克的首府阿拉穆圖簽訂一個阿拉穆圖宣言,當時哈薩克還未正式獨立。 就是這八個其他的加盟共和國就集體追認, 現在大家都承認這個別諾惟日協議,即是說蘇聯作為國際法人不再存在。 即是說蘇聯的組成國基本上全部都架空了蘇聯。 那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就被迫接受現實,向蘇聯最高蘇維埃辭職。 理論上戈爾巴喬夫辭職的這一刻呢,蘇聯都依然存在的。 雖然當時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宣言都簽訂了, 這集國家其實都已經宣佈了獨立, 但是蘇聯還是存在的, 如果不是戈爾巴喬夫向誰辭職呢? 於是最後就是由蘇聯的最高蘇維埃的上議院舉行最後一次會議, 宣佈蘇聯終止運作,即是手中正寢。 但是諷刺的是,這個會議舉行的時候, 蘇聯的國旗其實已經是被俄羅斯的國旗取代了, 而俄羅斯聯邦的總統葉利欽也都開始在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裡上班了。 所以,嚴格來說,蘇聯最高蘇維埃除了決定自我瓦解, 的確是沒有就任何的蘇聯遺產, 包括由哪些國家繼承, 裡面的國家的邊界在哪裏, 怎樣處理蘇聯屬於中央政府的資產, 怎樣處理蘇聯特別是核武器, 這些全部都是沒有正式的最高蘇維埃的決議。 至於別洛偉的協議和阿拉木圖宣言, 亦都自然沒有機會是被蘇聯的最高蘇維埃正式詳細一條一條討論過。 因為在蘇聯上議院宣布, 蘇聯不再存在議案之前兩個星期, 蘇聯的下議會已經因為俄羅斯召回所有的代表永久留會。 那不是非法還是合法, 在這些非上時期基本上都是沒有人可以定義的。 普京也好, 盧沙耶也好, 就是執著這些混亂, 重新去重構歷史。 當然理論上, 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理論上是可以退出蘇聯, 令到蘇聯最高蘇維埃自動滅亡的。 但是根據蘇聯憲法, 其實也是有相反的條文說, 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人民的主權權利是由蘇聯承擔。 邏輯上是說要得到最高蘇維埃同意才可以離開。 那當然這些全部都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蘇聯Draft這個憲法的時候就沒有想過要這樣的一天。 又是理論上, 戈爾巴喬夫在最後的歲月曾經搞過公投, 當時蘇聯的人民表決成立一個類似新蘇聯的框架, 就沒有說滅亡, 但是就要改變那個性質。 但是這個法理基礎和15個加盟的俄國都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畢竟是有點不同。 由於蘇聯時代的法律是一個右性法律, 本來一般人覺得討論這些情況都是沒有意思, 寫來都是寫下擺盜搞笑的。 到真正出現的時候, 邏輯矛盾, 法力混亂就無處不在了。 重點是當時全世界的國家和蘇聯的所有加盟共和國, 基本上都接受了既定事實, 也都認為一切大體上都是符合程序公義的。 而且諷刺的是由於蘇聯的憲法本來就沒有預計怎樣去自我終結, 所以邏輯上無論蘇聯解體是通過什麼程序, 都一定可以找到法理問題去挑剔。 於是普京作為現在的俄羅斯聯邦領導人, 盧沙爾作為中國的高級外交官, 他的級別是高的, 大使隨時可以做外交部副部長甚至部長, 現在要用這些角度去重構歷史, 代表了什麼價值觀呢? 如果這個說法是成立的話, 或者成為了某些國家的外交政策, 世界又會變成怎樣呢? 今時今日的俄羅斯內部, 剛才所說的這個所謂理論已經成為了擴張主義的指導思想。 波羅的海三國擔心烏克蘭戰爭之後, 如果烏克蘭打輸, 就輪到自己, 基本上是根據同樣的憂慮。 那我們雖然知道這些理解都是幾強持奪利, 但是都不妨在學術角度思考一下, 根據這樣的邏輯, 如果蘇聯解體要符合完全無可爭議的法律程序, 那怎樣才可以讓前加盟共和國具有盧沙爾的口中清晰而無可爭議的主權呢?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案例。 話說在蘇聯崩潰之前, 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共產國家已經爆發了天鵝勇革命, 接著捷克斯洛伐克就變了捷克及斯洛伐克, 再變成兩個獨立主權國家。 當時的程序是, 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議會根據國家憲法通過法案, 同意捷克和斯洛伐克停止存在。 這是分別由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共同繼承, 而且這件事是蘇聯絕對沒有做過的, 清晰來清楚這兩個繼承國的邊境產業不同的權益問題。 相對於蘇聯、藍斯拉夫等等的解體混亂, 甚至是血腥, 世人將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稱之為天鵝勇分手, 去配合天鵝勇革命那種相對和平的精神。 而是沒有任何理論家和法學家挑剔過 捷克斯洛伐克解體過程有任何爭議。 時至今日, 捷克和斯洛伐克這兩個國家都很珍惜這個特殊關係。 兩國政府首腦上任後, 通常第一次外訪就是拜訪對方的國徒。 如果普京、盧沙耶的理論成立, 即是說蘇聯應該根據捷克斯洛伐克模式 即是完成解體的程序才是完整, 否則前蘇聯境內的一切爭議都不可以按照 或者簡單按照今天的國際法去解決。 或者只可以由俄羅斯聯邦作為前蘇聯的主體去主導怎樣解決。 如果是這樣的話, 自然世界會天翻地覆。 布爾是暗示, 甚至是明示, 所有蘇聯解體的法律程序其實都不是完全合法的, 或者起碼未得到應有的嚴謹程度的國內法通過, 亦都未符合當時國際法的標準, 這些全部都是根據盧沙耶的理論推演出來的。 雖然他就不敢說中國不承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主權獨立, 但是他用這個理論去合理化俄羅斯入侵攻克蘭, 又或者令俄羅斯在前蘇聯國家的保護僑民、特別軍事行動等等去合理化, 如果這樣已經成功的話, 就足以令普京為所欲為了。 那麼根據普京、盧沙耶的邏輯, 今天唯一可以堵塞這個歷史漏洞的方式, 非常誇張的就是重組一次, 重組蘇聯, 然後就根據民主程序去選出一個俄羅斯聯邦主導的最高蘇維埃議會的代表, 重新開會, 去決議蘇聯解體之後, 和繼承國之間所有的具體產業, 邊界為產法理, 國際地位等等的一男子問題, 包括現在打緊張烏克蘭的問題, 所謂克里米亞頓巴斯地區等等, 亦包括格魯吉亞的阿布哈斯亞南武塞梯等等的問題, 摩爾多亞的德河共和國問題, 亞美尼亞亞塞拜疆的納卡爾納卡拉巴克自治區, 或者共和國的問題等等等等, 理論上, 甚至連俄羅斯聯邦在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美士國席位的問題, 都是值得在這個邏輯之下討論的, 如果這些全部都是要重新討論的話, 我們又是那個問題了, 世界又會變成怎樣呢? 如果連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都可以根據這樣的原則合理法, 就是說當年沒有講清楚, 所以現在才慢慢用軍事的方式講清楚, 那都是合理的話, 那國際法有什麼用呢? 所以為什麼歐洲那麼多國家聽到這樣的理論, 是覺得那麼震驚, 全部都是有原因的? 但是至於我們再想多一些學術的國際法的問題, 如果俄羅斯根據這個理論, 再去行下一步, 那他們又會怎樣做呢?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去討論一下